观音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围绕公交卡的争论愈演愈烈 巴黎市痛制了本周四法兰西岛 有关公共交通资金的协议 该协议将导致公交卡价格上涨 瓦莱利·佩格雷斯在几天前 提及了该协议的轮廓之后 本周四应向他的区域委员会提交该协议 因此明年1月 公交卡的用户将看到他们的订购价格 从84.1欧元上涨至86.3欧元 这种被称为价格适度的涨价 发生在法兰西岛交通部门 必须为接下来的一年制定预算之际 根据法国交通部部长克莱蒙·伯恩 在去年1月委托的一份报告 财政总检察长指出 法兰西岛交通部门预算 在短期内需要约5亿欧元 而在2031年前则需要约15亿欧元 本周四 巴黎市对法兰西岛方面做出的决定 表示遗憾 将此次协议描述为一种强行通过 将减少其推动生态转型和社会政策的能力 并称这是法兰西岛方面 强行征收了3亿欧元的结果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点 在于克莱蒙·伯恩和瓦莱利·佩克雷斯 于9月底签署的协议 涵盖了从2024年到2031年的资金期 实际上 该协议规定了 对拥有超过11名员工的企业的雇主税率将会上涨 这引起了经济部的担忧 值得提醒的是 布鲁诺·勒梅尔曾承诺 不会考虑对企业征收任何税收增加 据周四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报告显示 俄军摧毁了乌克兰军队的39架无人机 而乌克兰军队则在继续进攻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报告称 俄罗斯军队摧毁了三辆坦克 九辆装甲车 一套美国制造的M777火炮系统 一门美国制造的M119榴弹炮 两门美国制造的M109榴弹炮 以及库普扬斯克 莱曼 顿尼茨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几个弹药库和武器库 报道称 俄罗斯防空部队拦截了乌克兰海马斯火箭发射器发射的6枚炮弹 并摧毁了乌克兰军队的39架无人机 同一天 乌克兰五中部队总参谋部也发布报告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了55次战斗 报告说 乌克兰五中部队继续在梅利托波尔和巴赫木特方向开展进攻行动 报告还说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人员和武器阵地实施了12次打击 对俄军防空设施实施了两次打击 乌克兰火箭部队摧毁了9座俄军炮塔和一些电子战设备 阿根廷官方数据周四显示 作为衡量通膜膨胀的关键指标 阿根廷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12.7% 使全年通胀率上升至138.3% 服装和鞋类价格当月上涨了15.7% 是所有消费品中上涨最快的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以及酒店和餐饮服务的价格 比上月增长了13%以上 由于通胀数据差于预期 阿根廷央行周四将该国的基准利率 从118%提高到133% 这是今年以来第六次加息 美国劳工部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 涨幅与8月持平 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CPI环比涨幅为0.4% 较8月的0.6%涨幅略有放缓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 当月核心CPI同比上涨4.1% 环比上涨0.3% 据实际来看 9月占CPI比重1%的居住成本 环比上涨0.6% 食品价格环比增长0.2% 涨幅与8月持平 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5% 其中汽油价格环比上涨2.1% 最近几个月 美国通胀显示出持续缓和的迹象 相较于2022年6月CPI同比涨幅9.1%的高点明显下降 显示出美联傅大幅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 然而 目前美国通胀水平仍远高于美联储的2%的目标 利率仍有可能居高不下 伊朗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称伊朗和苏丹在疏远7年后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在最近几个月的高级官员接触之后 根据两国的国家利益决定恢复外交关系 声明说 双方同意以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方式 扩大在各个领域的共同合作 声明说 伊朗和苏丹还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尽快重开使馆并安排互派官方代表团 讨论发展双边合作的途径 在沙特阿拉伯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 沙特于2016年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沙特阿拉伯大使馆预袭是在沙特处决了一名什叶派神职人员之后发生的 今年3月 在中国的调解下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得主卡塔林考里科11号说 中国科学界正发生大变革 很多高质量论文都来自中国 考里科当天在匈牙利科学院举办的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来自中国的一些高质量论文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